我还准备学这个歌 你们不是想让我学这个歌吗 然后自己我觉得这个歌蛮好听的 那有点太难了 如果学不会就没办法了 是的是的 以后别说答访 为什么不说呢 我说来又不是说给那些 不想帮助我的人听的 是吧 你不想不代表别人不想呀 你这不是又是在 就是这个 代替别人的想法说出来了吗 谢谢家好我也 为什么你凭什么代表所有人 当然了这个 对这个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有的小伙伴觉得 啊这也是一种付出啊 这个也是我们对你的付出 那当然我知道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是要用付出来交换的对吗 那你们看我是为了我付出什么呀 当烦恼能开出一朵忽略 我听写给我的年轻 这个就是 anders的 像我这个竟然最好 伤心的一样 那你呢 什么时候腹都会相当的 三人 你能不能帮助我的年轻 要是你呢 如果一ker就会负着一个人 因为我会不得了 那你能帮助我的年轻 在所有 全是浮现 不住手拿起 右手放下你 何正是你 全部被收回 谁出现 最伍摔 Aw high 我就在有什么负面情绪我也不会 也不会喷哪 或者是带节奏吧 对不对 没有我就觉得 负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嘛 我直播会不是少数次 习惯就好 给老子憋回去 我能憋得住的话 我早就憋了 就现在就做 自己做什么 明明就是本来还有很多 比如喜欢自己的水油啊 粉丝啊 蘑菇嘛 我是觉得我的 心里还是蛮强大的吧 是吧 至少直播了快五年了 我觉得 骂我的人也不晓了吧 是吧 我难受的是喜欢我的人 他会 不理解我 我就觉得伤心 就为啥对我抱怨 对我会抱怨越来越多 就是 连生活中的一点小事 他就会密切关注着 然后就会开始 嗯 就很随意的一件事情 变得 让我更不能那么随意了 我就觉得 哎 太难了吧 就多么想洒脱的 在直播节想说什么说什么呀 我只是一个 喜欢唱歌 喜欢直播的人呢 你干嘛对我要求那么高呢 没有我难受的不是喷子 喷子在泡沫 我都不当回事的呀 装花了浪费了浪费了今天几十块钱的装容 化妆品堆在脸上再怎么几十块吧 就比如说哎我我蛮开心的 比如说哎呀 录了个小短视频啊是吧 会录了个什么抖音啊 然后发了个视频 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 然后也看到最近这个也蛮好玩的 大家都在录 嗯就跟个风录一下嘛 并没有想太多 但是就 就本来发出来以为大家蛮开 蛮开心的嘛 然后就看到自己的 喜欢自己的人 就会反而觉得 哎呀不应该发呀 或者这个视频质量这么差呀 或者怎么 就对有要求就特别的高 觉得奇怪